请问您是猫派还是狗派 都是 之前还有养动物的时候 是七只猫马两只狗最多的时候 然后是住在同个地方 当然有分一楼二楼 但是我觉得从小有mango的话 比较不会说 好像长大之后觉得难以相处的情况 大概这样 下一个 请问民进党真的有没有网军 这个你要问民进党的 我不是民进党 所以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对那不过我也想要 就是讲一下网军的意思了 我自己在2013年以前 就是听到网军 感觉上都是比较像资同电军 就是它是hard cyber security 实际上去用资安的方法 去做一些攻击等等 但是到2014年之后 突然这个字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是astroturfing的意思 就是并不是真的有草根支持者 但是就假冒出一堆草根支持者来的 这个做法 但是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后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这个平台它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它没有好的治理方式的一个symptom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平台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就是去确保说 一个人不能这个很容易开五六千个账号 不然的话整个平台的那个正当性 你立刻就受危险嘛 那所以像之前PTT的朋友也有来社创中心 我们有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嘛 后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棒的方法 就是任何新注册的人都要自己付简讯费 到PTT的一个well known的简讯的ID 然后这个情况下证明 你有这个手机蛮好的持有权 那这个就可以在PTT完全不用花任何一毛钱的情况之下 去确保说这个新来的人 他都是limited by这个手机的门号的数量 那如果某个人要申请五千只手机门号 他立刻就被洗钱办盯住了 所以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是把这个半手机需要的双正经的这个认证 去绑在这个就是反向的OTP的这个认证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那我们的终于平台啊也是透过这个简讯的方式 当然是正向的OTP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说大家已经慢慢收敛到一个 就是知道实名制会让想要爆料啊等等的人 他可能就是难以开口 那但是纯粹的匿名性每个人都可以开五千个账号 就会有astroturfing所谓的网军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还是平台方要收敛了 我们现在大概都收敛到实联制的这个状况 就是你要证明你有手机的拥有权 但是不需要揭露任何关于你的个人讯息 那所以我觉得慢慢我们就收敛到这个地方 网军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后面2014年之后这个定义的话 那他就自然消失 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 就是身份认证没有做好的一个symptom 大概就这样 现场有没有同学 来 终于有人举手 来 我们传一下我们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很多位就可以一起讲 委员你好 我是南米陈品言 然后我想要问委员一个问题是 就是你在德国的求学期间 德国教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还会讲德文吗 谢谢 I'm busy 一点点了 一点点 我现在德文大概只剩书面语的功能 因为没有讲话的环境 所以就是你给我长篇的德文文章 我可以念的四模四样 但是因为他是看字年音的语言 但是你如果突然开始跟我讲德语的话 我会听不懂 因为已经没有那个语言环境很久了 回答你的问题 我在德国的时候是11岁 那那时候11岁是降读 因为11岁理论上就要去上那个文理中学 Gimnasium 那但是因为我完全不会德文嘛 所以我就降读到小学 那但是小学四年级等于10岁 比我小一岁的人比起我自己在台湾 因为我在台湾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是跳级读六年级 所以我10岁的时候是跟一堆12岁的人混 那所以就说德国这些10岁的人 比我在台湾碰到12岁的人要成熟非常多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 就是一定不是什么人种的问题 一定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那后来我就发现了 真的因为他们留很多时间给小孩 下午三点半之后 基本上就是由小孩自己来决定 他要去参加什么社团 要组织什么活动或甚至什么都不做 那等于说你越早把10岁的小孩当做18岁的大人看 他的那个行为就越像18岁的大人 就是类似比马龙效应这样 那在台湾12岁的这个小六神 有时候就被当做可能6岁小孩看 就是什么都要帮他安排 然后他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用负责的这个情况 那他就感觉上就往6岁那个方向移动 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对我最大的学习 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家长愿意把小孩当成人看 而且呢后小孩to account 就是说小孩自己如果他没有计划好的话 让他自己承担后果 而不是说好像家长就要收拾全部的后果的话 那这个小孩成熟的程度 以及能够跟大人就事问世的程度 其实是不是靠年龄限制 而是靠就是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去限制 好像放到水里游泳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像自主学习 而且特别是透过互动来自主的这样的想法 那等于是我本来在台湾的时候是看那些书 那些很抽象的理论 那但是在德国等于就给我一个第一手的就是经验 可以看到说真的这些发展心理学家讲的真的是对的 希望回答您问题 好 你们其他同学 来 郑伟你好 那我想询问就是你是怎么训练自己的表达 然后要怎么这么有逻辑清晰的去讲述你要讲的话 谢谢 谢谢 当然首先是要睡狗 只不过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特别讲 对 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刺激自己 大部分的人讲话如果他要表达的困难或者是容易就是讲到一半中断的话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不确定说他想到的就可以直接讲出来 那在我现在状况是真的是想到直接讲出来 当然我有刻意放慢速度 而且逗号的时候有多停顿 就不是伯恩夜宿那样的情况 对 那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我没有sensor自己 我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那为什么能够做到不sensor自己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有没有全神贯注在这件事情上 像大家可以发现说 我除了刚刚这个就是开手机看了一下slido之外 我的手机完全画面没有亮起来 也没有想起来也没有任何就是会打扰我的事情 但那并不是因为说我因为演讲把手机关成这个静音 而是我随时手机都在静音的情况 就是当我在专注某件事二十几分钟所谓番茄中的时候 我是不可能被打断 那这个不被打断当变成了一个习惯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我脑里面七件事情加减二 大家讲七件事情好了 我是全部放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如果要考虑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等等 我在脑里有七个线程 等于七个thread 那它里面总是有一个我会觉得妥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专注在好比上这个回答的时候 我突然间回一个手机 那我可能七个线程就有两个跑去那边运作了 我再被打断一次 那可能就剩三个线程在脑里 那这个时候就很困难 因为大概就是大部分时候就没有办法平行计算到一个 即时就能够使用的状态 而必须要先buffer起来 那buffer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表达上面的障碍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不要让自己被打断 那这个尤其在行政院工作并不容易 就是我的同事都会有一种 他们手上的事情是很急的事情的这种感觉 说不定是真的 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就是被我这个五年下来 都已经了解到说我一定会回 但是一定会在整点跟半点的时候回 就是除了整点跟半点之外 不要以为我会回及时训习 那但是这个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对他们也有好处 因为他们就把自己的思绪整理的比较清楚 我在半点或整点回去看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一封email的那样子的程度 而不是说我如果随时要回 我花两个县程在那边平行处理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想到一半就可以讲 想到一半就可以讲 就变成是我那两个县程 必须不断卡在对方的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工作上面 大家可以或学习上面 大家可以彼此提醒的 就是有的时候非同步并不一定没有效率 有固定节奏的非同步 事实上是比非同步跟同步 都更有效率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时候自然可以全身关注 全身关注自然就没有分心的问题 那就可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好谢谢 还有吗 那我们先回过来slider 现在已经要开始进入到心理智商的阶段 这个来自于一位困惑的研究生 他的问题 教授建议我要跟 好好的跟实验室的同学相处 他说团体会比一个人要好 但是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做研究 不喜欢团体行动 请问委员我应该如何说服教授一个人行动 未必比团体行动更差呢 首先要问一下教授的意见 我又没有当过教授 教授有没有什么想法 怎么变成是我坐在这里QA了 OK好 我早知道我不应该坐在这里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当然也会希望说就是同学可以是团体的一个行动 因为它是可能是一些有一些互动 但是其实不见得是说 其实应该让教授知道说就是 一个人行动跟团体行动 它分的是不同的层次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只是一个人isolate 从头到尾都不跟别人有沟通的话 那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说是研究的部分 他比较喜欢做个体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这可以让教授了解说 他所谓的这件事情是在研究的范畴 但是如果说教授可能看到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个人做事情 他可能也都不跟实验室的人互动 我觉得这是两个在层次上的一个差别 那也许可能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建议这位困惑的研究生 先理清楚自己的一个情形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根据这个情形去跟教授做个沟通 这非常棒 这果然是教授 我完全同意 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我觉得团体行动 它主要还是一种互相支持的感觉了 主要是为了这个感觉 主要倒不是为了做研究 那但是这个互相支持的感觉 因为每个人他互动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总是有在你自己比较习惯的 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getter tongue 他就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面对面就没有办法 那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modality 这个是一定的 那我觉得还是要讲在前面 就是像我自己被打断的时候 我状态会变非常差 这个我就 就是在任何工作场合包含入阁 我一进来就跟其他人这样讲 就不要找我去什么助选什么的 因为我只要就是在那边 就是突然间被人打断说 这个握手啊 这个拜票啊 动算啊什么之类 那我本来脑里的状态 就那个七个县城就会剩两个 就是会有种那个神经断线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就是突如其来的可能被打断的状态 那对我的状态是不是不利的 那我就直接讲啊 那其实你直接讲了 人家反而松一口气 因为人家只是推定说 这个年轻人啊 一定会喜欢热闹的场合 他自己也未必喜欢说真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与其就是双方贫困不足 在那边脑补 那不如就是你把你自己 你觉得你有优势的一些互动方式 或者是说那个多元智能理论嘛 自己map一下你的多元智能的 那个偏好的程度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等于把你的那个API嘛 你的互动界面 这个有一个完整的记载 那记载之后 你甚至可以circulate啊 就是不是只是给教授 你也可以给研究室的通讯 那这样的话 等于大家都知道说 那你比较适合的互动的频率是什么 在哪些空间比较适合互动 而且他们说不定都松一口气 因为说不定就是硬要这个一起唱歌什么东西 他们事实上也觉得压力很大等等 所以我觉得还是像刚刚讲到 不是说硬要环境配合你或者你去配合环境 而是把那个暂时不能配合的情况 把它描边描出来之后 把它变一个social object 大家对着这个来讨论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讨论的 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这个其实跟刚刚自学其实有相关的 就是请问过去也是有在体制内学习 后来变成当自学 那请问您对于现行教育体制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体制内教育跟自学最大的差异 对 然后或者是除了自学点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差异 那有没有觉得自学生应该注意的一些部分 然后在未来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跟社会有良好的衔接 而不过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好 是 这个感觉上都是seminar 可以讲四个小时 但是我就试着简单讲一下 以下言论不代表教育部观点 特别不代表高教师的观点 我觉得目前的体制最大的问题是 18岁的人他明明已经成年了 而且自己未必就那么想念大学 但是因为他明法上还没有成年 自己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所以就会变成非念大学不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刑法上他要负完全的责任 明法上没有完全的能力 的这个很不幸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 像之前教育部有推一个什么储蓄存折 什么的计划 就是说你18岁暂时还对学术研究没兴趣 那你比较想去工作或者是去游学 或者是去创业随便啦 那但是教育部就是帮你存 未来就是你就不用付学贷的那笔钱 那跟你的就是工作的地方一起存 那其实当时教育部刚announce 就是我记得2016年真的很多人来投建 那但是其实那一年计划咨询率非常差 因为很多投建人就撤了 就是到最后就是最后关头 他就说不行 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你不是很有兴趣 他就说家长反对 那为什么家长反对 因为邻居小孩都不是这样做 那他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他毕竟没有成年嘛 那我觉得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也是让我们在生年国教科 刚规划的时候 把高教的制度平移到高中 觉得说高中你完成这些选修啊 夜市啊 长御实作啊 加深加广之后 你就可以出师了 可以就是有一席之地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工作到某个程度 像念EMBA一样 你发现你需要管理学们的知识 你需要更加知道你的工作的东西的原理的时候 你是带着研究题目回来找教授 通常教授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 而且跟他的这个研究也比较有关联这样 那但是这个bridge 就是因为刚刚讲到18跟20岁的这个时间差 所以其实他在目前其实很难实作 那当然这个也运气很好 是说其实立法院已经散读通过了 我们只是需要做一些配套而已 所以接下来大概一年多之后嘛 那我们就真的是18岁成年 那家长就会像国外的电影那样 只能好言相劝 这个利用你去念大学 而不能够命令你念大学了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之后这个结构性问题 还是有突破的机会了 不过我们看日本或其他地方的例子 这个突破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大概这样子 以上不代表高教死了一场 OK 对 那这个后面的我觉得 大概都已经 刚刚大概回答过了嘛 就是说你找到你的research question很好 但是你挂学籍的那个学校 你不要放弃他的这个社会资源 就是没事还是回去混一混 或者他办什么活动 包含打疫苗 这个其实也不能排除你嘛 所以你就回去就是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你的社会化的部分 不需要像我当年那样子觉得好像 就是我唯一回我的国中的时候 就是考断考 就是每次都要回去交白卷 因为那次 就是我们那个班级是不考联考或学测的 完全看就是考断考跟平时的成绩 来决定分发到什么高中 那因为我国一的时候成绩太好了 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分发 所以我从国二辍学开始 我每个月都要回去交白卷签名 那确保说就是我可以移到班上最后的顺位 那这样子前面的人才有好的高中可以念 对那但是这样这种 也算是一种社会化吧 那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occasion 在我当时只有就是每个月一次嘛 那但是就算你是在自学 我觉得在校内 那也不一定是你的挂学级业学校 包含社区大学 包含离你比较近的 有在做USR的大学等等 我觉得都有非常多社会化的occasion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现在是很乐观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自学界的 就是学习圈的朋友 其实跟大学有非常好的关系 以上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想请问您 是如何发现自己有软体的天赋 还有这些相关的经验 对于日后从政的影响 OK 有趣的题目 我大概是八岁的时候 那当时是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先学城市设计 那因为家里有很多城市设计的书 然后当时我舅舅在红机之后去明机 然后故障在测绘等等 所以他们有很多城市的结束 那我就因为当时对数学非常兴趣 但是我对计算非常的不在行 就是做长数法都会做错的那种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说这个我对计算不在行 好像影响到我学数学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脑 它可以我学到什么数学概念 我只要在里面可以建模 它都可以帮我算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但是因为家里没有个人电脑 所以我就自己写嘛 就是用原子笔画键盘 然后用铅笔写电脑的output 这样子就写了一阵子 每天醒来就是把那个用橡皮擦 把这个画面擦掉 没有擦掉以前还要先按COS Enter 然后才能够把画面擦掉 对这大概就是我八岁的时候的一些记忆 那但是当然后来就是我也休学了 那时间也很多 那主要就是说可能就是我家人看我身边写键盘真的很可怜 所以到最后还是就是凑钱帮我买了个人电脑 那但是个人电脑我就发现说来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把它当做就是写程式的目的使用 学数学的目的使用 写教数学的游戏的方式使用 那又因为写当时的叫CAI 就是用电脑写出游戏 我就发现说在坊间有非常多的这些游戏的软件 那我就会买游戏软件回来 可是大概玩了一天就会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因为我不能改它的城市 不能调升它的难度之类的 那所以我就会可能晚一天之后 花一个礼拜去逆向工程 那个游戏 然后自己写出相同的东西来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随便调整它 所以虽然当年没有这个自由软件 open source的那个概念 但是手上拿到什么版权软件 就把它逆向工程 就变成我的习惯 就好像那个做硬体的话要拆收音机 是一样的道理 那可能就是那时候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发现说就是我对于做逆向工程 或者是去把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系统 拆成比较小的系统 然后分别写这些 好像是有一点天分 那后来当然家人就发现说 这个题目蛮好的 所以他们就花了蛮多的时间 就是也不去管我玩电脑游戏 本来还会限制一天要玩多少小时 但我就说没有 我这个玩文明帝国是在学历史 那这个玩如果玩这个玩到半夜 那是因为我想要写一个跟文明帝国一样的游戏 所以总之就是后来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是创造的方向发展 那后来他们也没有再管我 所以后来我就花很多时间去玩游戏 然后拆解游戏 那这个日后重振 我觉得这个让我在做就是政务工作 因为我在院本部 那任何单一部会能解决的事情都不会到我手上 所以我这五年多来所有到我手上的事情 按照定义就是价值冲突 就是可能就是一边是环保 一边是经济发展 或者是说一边是比较长远的这种永续 那另外一边是比较短期的追求 很快的去解决一些社会不正义的问题等等 那所以就说他一定是不管是时间尺度上 文化跟经济发展的尺度上 或什么尺度上一定有价值冲突 那我觉得我拆这些电脑游戏 就让我有一种好像就是mechanism design 就是机制设计的一个直觉 就是说我随时像刚刚大家问网军的问题 或问什么问题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那个 好像现在叫做imbalance 就是说imbalance就是不平衡 就是应该是某个机制设计不平衡 才会看到这个symptom 那我们不是要解决这个symptom 而是应该要不是挑战既有的机制 而是设计一个新的机制 就好像本来的机制是那个 我拆不了的一个游戏软体 但我可以设计一个新的机制 在这个新的机制里面 没有前面这个机制 大家所发生的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花任何时间去 好像在旧有的机制里面去争 像之前我常举的例子就是电竞 电竞选手没有办法这个办签证 没有办法接到小巨蛋等等 那文化部说他有一百年历史 再来跟我们谈 这个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经济部说这个我们是标减局 是验那颗球的球员 怎么会到我们身上 应该是体育署 体育署说等电竞动到骨骼机的时候 再来跟我们谈 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化等等 但他很容易有这种所谓的本位主义 那但是后来我的那个解决方案 就是去问广大的网友 那就有网友问说 那可是围棋难道不是一种 回合制的电竞吗 那这种回合制的电竞 不是各部会都有既有的program吗 那我就把它桥接回去说 那我们就用回合制的电竞 叫做围棋的这样子的一种 记忆表演的这个做法 那他那边已经有一个balance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比较小规模的balance的东西 我们就把等于是说 伺服器开到那边 就是围棋那边 而不是一直卡在各有的部会的本位那边 就瞬间就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用新的机制 而不是挑战就有的机制 这种直觉 我觉得跟我小时候 从八岁开始猜游戏 自己写游戏是蛮有关联的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委员您好 那我们就把他个人的竞争利益就解决 不是只是我个人跟别人合作 而是我设计出一个机制 让本来不太想要合作 包含同一个研究室里面的人 对不对 能够合作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只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直觉 就是每次碰到一个看起来好像零和的情况 都创造出一个新的positive sum 就是多赢的这种游戏的这种直觉 那我觉得未来你所加入的任何团体 都会有跟别的团体竞争的优势 那但是你自己个人就不用再去想 个人跟个人竞争的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在未来 任何新的状态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应变 而不是说好像你一定要卡位 在一个跟别人竞争的情况 因为你卡的那个位置 可能新的挑战来的时候 根本就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能够与时俱进是有赖于 就是你碰到一些陌生的情况 你可以跟你自己熟悉 不太熟悉完全陌生的人 都能够设计出一些合作的机制来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OK 好 我们终于到这一题了 我们在会前就还想什么时候回到这一题 对 我事实上就在讨论 这个是个匿名的 为什么不行你的名字呢 来 可不可以帮我们找聂永珍设计校徽 不想被隔壁的校 OK 我觉得重点不是找聂永珍 还是找我们台湾设计研究员 重点是要设计的 就像刚刚讲到的 不是那个product 而是那个参与的过程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好的设计的参与的过程 让大家都觉得说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关于我们的事情 都有我们的参与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那个过程本身 就可以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那但是如果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过程 而是直接跳到结论的话 那就算那个是百分之百完美无瑕的一个设计 因为没有大家的参与 那一定就会被就是转个角度 就是被变成好像说没有任何就是正当性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院里面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就是开放政府的工作 重点不是说我们透过开放政府这个平台 它真正就是它的拘束力有多高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关于这个本来看起来好像只有正反两方 看起来好像是水火不容 我记得有一个八千多人提案说 台湾的时区要改到加九 就是跟日本一样 然后另外八千多人提案说 这个台湾时区要留在加八 所以我们内部都把它叫八加九的这个提案 那这个八加九提案 对一万六千人很多 对那这些朋友们 后来我们就是面对面开一些做回忆 双方都有邀请来 那就凝聚到一个共同价值 就是他们希望台湾在国际上面 可以被更清楚的看到 但是我们真正去计算说 要做到加九要花多少钱 而且不是一次性的 每年要花多少钱 那这个钱如果是用在这个共同价值上面 有没有更有效率的用法 因为国际上面我们改了时区 可能知名度就两天而已 那你说要这个逼着其他加八时区的人 降落机场都要调手表 这个讲起来是很爽 那但是事实上 现在手表都智慧 手表都自己调了 所以他也不会有感觉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他CP值不高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真的凝聚到说 那我们就开始讨论我们的举例来说 这个就是同志结婚 或者是人权上面的贡献 或者是我们民主化 甚至开放政府本身 是为民主等等 砸这些钱在这个部分 那是各国都用得到的部分 因为我很难想象其他国家会跟我们学 怎么改时区的技术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人权民主有关的 这个全世界都需要 那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凝聚出这样一个共识 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说最后真的是加9 还是加8.5 还是加8 而是说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发现说看起来是对立的 或者至少是彼此不相往来的双方 各拔千人 那其实是同一国的 其实是同一挂的 有共同的价值等等 那所以这个机制这个程序的设计 我自己觉得比起说最后到底失去是什么 要重要的多 那我想这个 这就是可以 其实这个台湾设计研究院也有在做流程设计 所以也许可以稍微跟他们多讨论一些了 我觉得这个流程它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压力吧 就是如果要多花半年什么 也许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这个流程设计的越参与度越高 越accountable 越给出交代 我觉得这个校会对大家才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记忆 希望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对第一个已经有回答了 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 如果请您回顾 自己没有念大学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大学教育对于学生有没有这样子的必要性 我有念大学 我辍学中学之后我就跑去念大学 我只是没有学位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区分开来 因为在自学的情况之下 当然家里附近的大学就是最多资源的地方 那像大家刚刚有听到的 我刚刚说我研究的是Swift Trust 那所以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吧 就基本上就是文史哲政法上 大概都挑了一两门 就是跟Swift Trust有关系的东西去念 那甚至后来就花大部分时间 在哲学的课堂上面 因为后来就发现要真正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要学哲学询识学 可能要学现象学 可能要甚至学一点精神分析之类的 那为什么是因为在线上 大家会进入一个互为主体的一个情况 不过今天不是哲学课堂我就不讲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大学是最多人在认真想这些事情的地方 那我也发现说 只要我有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 那其实老师们甚至研究所的老师们 并不在意我在完全没有学习的情况下 就crash他们的研究室 因为我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他们在讨论的事情 所以我作为旁听生 大概长达两三年的时间 那甚至包含线上的等等 那当然就更多了 那所以当时也有一些教授 像这个郑达兰庭教授 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国民了 已经完全naturalize 他当时就每个礼拜留一个小时给我 那就完全由我来设定主题 那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他会推荐书给我看等等 那后来这个office hour的想法 我就把它带到我的工作上 所以我在社创中心 也有一个类似的office hour 所以我觉得大学对我有非常好的启发 但是绝对不是那个学位证书 那个学位证书对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在创业 很少需要找工作的情况 就是在那个面试的时候 都是在面试官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学历对我来讲真的是用不到 但是我是非常感谢就是当时就是跟我一起讨论这些大学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就是有一个共同讨论的场域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来 这边有一位同学 来 请 委员好 那个我想要请问就是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 就是大家都认为说 像拍行人才这种跨领域的人是非常需要的 可是我们回到大学面学习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可能就是好像都有学 可是就都没有很精通 那想要请问委员会怎么样 就是面对这个情况 你会给这些大学生什么样的建议 谢谢 嗯 不过我想就是就是clarify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应该要很精通 就是你是为了想要都很精通才问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假设可能在这两个领域就是可能我都有学习 可是就是比不上就是只学习单一领域的人 对 所以 了解 OK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拍行是不是斜杠吗 lambda才是斜杠 拍行是横杠 对 那杠这种人才 他本来就是在我刚刚讲到的团队里面 他去接赏这些比较单杠的人才来使用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学这些斜杠的题目的时候 本来就要先预设说 如果你需要比你更精通的人 你要跟他有一个你可以他如果教你你听得懂的这个情况 但是并不是什么都要你来帮他判断的是不可能的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本来就对这些领域是真的都有兴趣 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刚刚讲到就是去找到对这两个领域经过转意之后 他们都想要解决的某个共同题目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领域的人就会很愿意就是把他们精通的事情跟你分享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就是输到用时随便找 对不对 你需要精通到什么程度 你就精通到什么程度 而不是说你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课题 没有一个purpose 没有一个使命的时候 你自己先去精通 那个是比较像是个人对个人竞争的时候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觉得找到好的research question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像我们在将永续发展目标等等的时候 那我现在任何的创业 他都要同时满足经济上面的环境上面的社会上面的需求 所以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现在任何创业说ESG 你就至少有三个三个角可以去接触 那所以如果你找到题目的话 那个题目本身会带你走向这个拍行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你只要有这个open research problem 那对于这些单纲的朋友们都是很愿意贡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讲清楚 用他们各自领域的话讲清楚 这个才会变成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两个嘛 一个是说自己定位成一个转译者 就是两边的专业的语言两边都可以听得懂 那第二个是说找到一个能够unify 两边都想要投入的一件事情 那并没有谁主谁次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转译者 你随时想要学到什么精通的程度 就可以学到那个程度 还有吗 郑伟你好 那我想询问就是像关于电影终结者 在描述未来可能科技会取代人类 然后掌管整个世界 你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吗 谢谢 对我觉得艺术跟设计不一样 这个设计是我们想要看到什么 然后就去设计 艺术是说它提醒我们不要往这个方向设计 因为可能会看到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 对所以它是一个好像就是 negative design的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香魔鬼终结者》就是想这样子 他会提醒大家说 我们如果把越来越多的判断的工作 沟通的工作 这些主要的工作都自动化的话 把一些其实不应该自动化的地方 自动化的话 那可能就会就是天网会 数而不漏的这个情况就会出现 那所以因此我们在发展 特别是机器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投入机器学习的研究等等 大概都是在我把它叫做assistive 就是辅助式的方法去做 那有人把它叫做augmen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扩增性的集体智慧 就是不是智慧城市 然后不智慧的市民 而是智慧城市是来自智慧的市民 那又或者是说有人说是把它叫做comprehensive AI as a service 那这些都是就是现在学术界比较行的几个关键字 但是它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主要是让人跟人之间沟通 跟互相合作更容易的这些技术我们去投资 而不是把说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变成人跟机器或机器跟机器之间的连结 不是往取代性的那个方向去投资 那所以我常常在就是国际研讨会上面就说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所谓的assistive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我们的眼镜就是assistive technology 那其实有些最简单的概念 transparent就是我看你是看到你不是看到广告 那或者是accountability就是坏掉了 我可以自己修带到相口的眼镜 连可以修不用付两亿元的授权费 那等等的这些概念 其实我们平常戴眼镜的时候 用任何扶具的时候 本来就是enhance our dignity 从来不会有说我戴个眼镜是为了取代掉我的眼睛 到哪里怪怪的 或者是取代掉对方 这个就更奇怪了 对不对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不管投资在哪些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们就是看terminator 然后提醒我们不要往那边去走 那或者像black mirror 他当然有更多不要去走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事也是蛮好的 这个素养的讨厌了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回来slider好了 OK好 郑伟您好 我有听您过去的访谈影片 您认为教育应该是依照孩子的兴趣去发展学习的 也是108的修正重点 想请问您对于这个身为大学生的我们 那这个括号是过去都在未考考试而读书 现在应该如何去发掘自己的兴趣 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发掘自己兴趣之前 我大概都是先有某种purpose 那这个purpose它不一定是这个就是经国际式那种非常大的purpose 它可是一个很小的purpose 就好比像说我学会了某个数学的概念 但是我要教我旁边的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很困难 所以主要是因为他要学很久 所以我就把我学会的东西变成一个互动式的游戏 那会像现在影片嘛 那个Samal Khan说这个他这个他的侄子是不是 比较偏好可以暂停跟倒带的那个他 而不是说很难这个随时暂停倒带的那个他来教人 所以就是说把自己学会的东西变成某种互动的空间 在那个互动空间里面 这个概念可以自然的就传播出去 而不需要一次一次的讲等等 那这个是我的兴趣 那这个兴趣也是purpose 因为他对就是旁边的人可能有正向的影响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 就是大家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嘛 至少明年的定义里面都是成年人了 那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只要能够找到我们自己或旁边的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旁边的朋友碰到的一些痛点 那其实你所学大概一定可以对他的痛点 至少有一些帮助 至少帮助他讲清楚这个痛点是什么 以及衔接上可能的资源等等 这个是purpose是绝对没有问题 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purpose based learning 底下才有project based learning 底下才有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你要挑project的时候 并不是凭空去挑 不是说好像我之前都在考试 我也不知道我兴趣在哪里 我现在就要应急出一个project 这个是不容易的 但是去看说你日常生活中哪些地方是痛点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有哪些地方是痛点 这个当然就是你只要就是有听别人发老骚 刀热色等等 这个应该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 insight and inspiration 都有很多的输入像可以去运用 那哪些跟你的之前的所学有扣合的 那你立刻就可以进入一个学以致用的情况 而且就算你只能解决千分之二好了 那但是对方还是感谢你啊 因为你把时间花在这个purpose上面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与其是说自己抽象的 要想出一些hobby一些project 那不如就是从旁边的人的这个purpose开始 那我想大概大家现在碰到问题 一定都是结构型的问题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会扣合USR 扣合永续发展目标等等 那你就不用很抽象的去背169个关键字 你就是从跟你旁边的人最相关的那两三个开始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公投的题目来了 好那这个是有关公投的 原则上就是他这个同学问了 就是门槛的关键 同意票需要需多于不同意票 有效同意票需四分之一 才算通过 那这一次不同意票多于同意票 但是不管怎么样两边都没有超过四分之一 那只要公投问题反着问 公投也不会过 请问这样子一个情形 有什么看法 这样子的公投有没有意义 不过公投问题没办法反着问 因为公投大概都是 不是踩刹车就是转方向盘的 那没有什么踩油门的公投 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这政府有它的一些市政方向 那公投大概都是说你要转个方向 或者是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会有人莫名其妙提一些 柴油门的议题 所以因此这样子就不会有公投反着问 的这个情况 这个要先将来前面 那我想就是说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制度 它是我们2018年 看了那个状况之后改的一个制度 所以如果要比的话 就是它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 要跟2018年去比 我觉得这次的公投 比起2018年头是比较有意义的 主要两个理由 一个是说我们在事前的讨论比较充分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全民同事客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是本来这些真的超专业的议题 每个都是在各自的专业上 可能包含否认其他专业等等 但总之是一个L型的 就是极少数的人都很懂 那绝大部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那但是到公投实际投票的时候 因为有留下足够多讨论的事件 几乎都已经变成一个缓播的一个情况 就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找到 比自己懂一点的人去问 或者是可以交比自己稍微不懂一点点的人 那这个才是公投真正的意义 就是对于国家大事 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而且不会是你死我活的 而是不管输赢都有配套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意义 那第二个是说 它有事实上有造成说 就是悠转方向盘的作用 即使它没有通过 那举例来说像三界外退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没有发起这个公投的话 大概到最后也不会有这个折衷的外退案 那大概也不会变成说 就是整天经济不在那边直播早教 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外退之后是在那边 不是在这边等等 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就是专业人士来讲 他是说服他自己的环平委员 其他的专业人士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公投制度而设计 他必须说服所有人 可是这个说服的过程就造成 就是counter expertise 就是在反对这方的专家有足够的资料 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说 那我们看到一个两全其美的 至少双方都不太反对的新方法 那这个新方法提出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道理 那经济部也不得不就是有点类似 德国往变成经济永续部的那个方向 稍微移动一点点 那这个对于环境运动其实是 不是一件坏事 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我今天时间关系只能举这个例子 所以就是说本来非常分歧 非常对立的 透过这个机制设计 慢慢变成有共同价值 那虽不满意但可接受 那我觉得是这次公投实际有发生的作用 那你如果看2018年 在讨论的时间不足够的情况下 事实上是没有产生出什么这样子的效果 大部分的创新什么结婚不结因什么 是已经大家很伤心之后 就是在公投之后才开始去谈 绝对不是在公投之前 双方就已经凝聚到 这个结婚不结因的这个社会创新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公投比上次的有意义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更有意义 那以及就是如果制度上面再去做调整 是不是更有意义的这个方式 好比像说有人在说不是发公报 而是发一本比较审议性质的公投手册 那包含说你可以去怎么样参与这个在地的讨论 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再往更有意义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它比起2018年的意义是增加了 我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请问您觉得阳明交大的新logo好看吗 因为还没有新logo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是假设性问题 所以我想就是我觉得那个process 那个流程才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经过那个流程之后 觉得每个人都参与到 那而且就虽不满意但可节省 而且它最好是开放的素材 每个人都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好 它只要是有这种开放性的 那我觉得就有意义 那我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应该是使用这个logo的人来决定 而不是我来决定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 下个问题是 请问您代表台湾参加国际会议前 如何在短时间内可以了解大局 并在会议上用有自信的与他国来应对 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我并没有硬要对方被我说服 就是我并不是带着一个 好像说服对方的这个角度过去的 这个跟贸易谈判是非常不一样 贸易谈判你一定是有最佳方案 自私家方案等等的去就是要 谈出一个结果 那但是我在国际上面的这些活动 大概都不是朝着对方代表 他的政府的那个人 而是透过他去诉求在他自己的国内 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的民众 所以这是叫做people to people 就是是就是人民对人民的关系 我举例好比像说像大家之前 可能有看到小吃白盒子 就是东京都的知识 有在推特上面感谢我去改他们的 就是COVID-19的那个仪表版 但那并不是一个外交谈判工作 我也不是说服了日本的谁 我完全就是在一个叫GitHub的一个网站上面 那当时台湾G0V的朋友帮忙他们翻译这个 那他们把G0V的翻译 我也有做一些校对 merge进去的时候 merge他们挑了那个就是和质汉字 人字旁的体的繁体字 那我就把它改成古字旁的体积就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我在GitHub上面毕竟就是蛮多人关注 所以我提这个pool request的时候 我完全就是一个一般的国际上的开源参与者的方式提 但是底下就超多人这个按爱心按爆竹按什么东西的 那那总之他们就merge了 那merge之后 这个Haluseki-san 就是他们Cover Japan的 类似我们G0V这边的一个领导者 他非常高兴就在推特上推 那推了之后 本来就跟他很熟的某个市议员就马上转推 那市议员转推之后 小吃白盒子当然就是用很外交的方式 track one的方式来感谢我之类 但是这并不是说 我们在track one这边说服了小吃知识 而是说我们在track zero 这边就是一个国际性的 大家都愿意看到更好的仪表板的这个目的之下 实际去联络 又或者像说像法国 其实他们有一个数位大使 那也有外交部这个数位科 就是Credit Osset里面的digital ambassador 那Henry Verdean 那他这个有一次 我也是在推特上面看到 他推出了一个就是假讯息危害仿制 他们叫资讯操弄的一个仪表板 让大家可以可以看到说 我刚刚讲到这些平台 改变他的term of service之后 对于资讯操弄有更容易操弄 还是更不容易操弄 等于一个类似观察的地方吧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 那所以呢我同样也是去get up 然后提了po request 然后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 这样那所以他们也就是直接merge进去 那他们这个数位大使外交部等等 也在推特上面感谢我等等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抗议的话 可能他们可以说 get up是开放的嘛 你们也来一个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情况下不但比较没有外交 传统上面那种比较零和的这种 对立的情况 而且事实上是 等于我已经在他们那边有群众基础 所以他们只是来肯认这个群众基础就好 这个对他们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做法来做外交 这个大局是我本来就了解的 是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本来就没有分国界的这些共同工作的大局 那这个大局因为要真的讲我数位移民 我移进internet是1993年 所以1993年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在类似是我的主场了 那这个时候我大概都是非常有自信的 因为并不是说我立刻就要做到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做事情的方法嘛 那你们国内也已经很多人这样子做了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试试看呢 大概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讨论 好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就差不多了 这边有没有想要特别想要回答 应该就应该就还好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就留给现场的朋友 OK好 那来现场的同学跟朋友 有没有现在要补充询问问题的 来 来请 郑伟好 我是深科系的王杰 就是我想请问 郑伟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要耍费的时候 那郑伟是如何就是从那种 就是不想工作的状态中调试回来 非常好的问题 会当然会有想要耍费的时候 我自己大概刚刚讲到就是每天都一定要睡狗 所以睡狗不是硬性八小时 而是反正被闹钟闹醒就是没睡狗 对这个情况 那因为刚刚讲到我的时间结构的安排 所以七天大概总有六天或七天可以睡狗 所以就比较不会在白天的时候觉得说 因为没有休息狗而想要耍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即使是说我中间有想要耍费的时候 因为我是用番茄中工作 所以我一天假设八个小时工作 因为前后各有两个小时给外交部那个不管 中间八个小时 我大概只会派八个番茄中 就是八个半小时的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很努力去做的话 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我一天的工作的分量 本来就有四个小时可以用来处理临时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耍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每一个行程跟下个行程中间 大概都有一个番茄中 就是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就是可以在番茄中中间用那五分钟去微微耍费这样讲吗 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有很强的耍费的动机的话 那至少我到下个行程至少还有半小时 我可以用那个半小时来真的耍费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劳逸结合了 那尤其是创造性的工作 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放空 让脑里就是七个县程都空转的那个时间的话 确实也很难全心全意投入下件事情 就是很容易上件事情的情绪什么都还留在下件事情上 所以就是自己要挑一个节奏 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完美主义或什么 所以他完成一个番茄中之后 下个明明可以休息 他就全部半小时都还在看上面 有没有错字啊 有没有什么挂号没有对齐啊 还是有什么可以更做更好的地方 但是我本来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我就碰到那个Leonard Colvin 他有一句话说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没有啦 你看如果都没有错字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认识不了新朋友啊 这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才是认识新朋友的地方 我知道没有玻璃心的问题 那就是大家看到之后 我就可以认识其他人精彩的地方等等 那我这半小时 我不要继续去完美主义追求 前面的那个工作的完美 我就专心来耍费就好 我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还有没有同学 还这边有 委员你好 我是硬化大师王源君 然后我就是在电影入戏里面就说 人脑的发挥可能只有5到10% 那想问委员就是 未来人类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式 让人脑的发挥更完整 对我先声明我没有办法 左右手课打一台电脑 所以也不会变成随身电 那我想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我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做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会睡前 把各方的资料都扫描进脑里 但是不会发出声音 也不会下判断 那尤其是如果它很复杂 三四方都有不同的立场 我就要加班 就是睡到9个小时或10个小时 那这样子醒来之后 每次都真的都有一些灵感 可以去找出本来灵合的 或者是local optimum的这种场域里面 有哪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做法 可以可以做 那这个过程对我自己都是神秘的 就是我只知道如果打断 如果被闹走闹醒 我就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如果不打断的话 那就是对这个能力 我还蛮有自信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是真的是睡觉的时候 是可能用到脑里面 比较多的部分 不是只是有意识的部分 但重点是你要给它足够 高的解析度的输入项 就是必须要怀抱着 某个purpose醒来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是蛮相信那一套的 就是说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时候 反而工作的能力 能够调动的是更多的 那但是代价就是说 当然你不能够 好像在锅子里面蒸东西 然后一直把盖子打开 就是一直用意识去检查它 那样的话 大概就很难cook出什么东西来 就是无论如何要睡狗就对了 所以我是蛮同意这个见解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询问的呢 请 那个郑伟你好 我是资财大三的柯伦文 然后我想请问就是现在数位转型下 就是固然很多东西 因为数位化别人更方便 但是资安的疑虑的话 也是需要重视 想请问委员对于台湾 还有世界的资安环境的看法 还有未来发展 谢谢 好 我们剩十分钟 然后来个十小时的题目 OK 这很难很难几句话讲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现在大家都发现说资安的重点是每个人的良好的习惯 其实这点就跟就是防疫是非常非常像的 防疫你可以就是砸非常多的设备买最好的这个机器等等 那到最后如果大家就是戴口罩请洗手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的话 那这些投资全部都是就是丢到水里 那最主要的还是每个人的习惯 所以当这个就是之前资安处有问我说 那有没有什么口诀 类似戴口罩请洗手之类的 那我当时是有想一些了 那我也有在Podcast上面讲过 就是叫什么三国无双 就是备份要放在三个地方 尽量用我们自己国家或友好国家的软体 那尽量用无痕视窗而不是装一些背景的城市 特别是在就是视讯软体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尽量都要用双因素认证 而不要就是单纯只靠密码 或只靠单一的因素等等 那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事情 可是如果一个组织里面大家这些都做好 那其实你的防疫的风声一下就变得很深 就是即使被侵入了 它不会立刻横向扩散 而且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反应 那但是如果在组织里面的人 尤其是就你给他很多权限 但其实他平常用不到的人 意思就是leadership 就是最上面的人 那如果他就是自己的习惯不好的话 那就好像边境简易没有做好一样 那其实就是设备再多都是都是白搭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就是系统的 就是configuration的时候 现在更多的就是开始去网说 我们怎么样子培养使用者有良好的习惯 而不是说硬性去要求他的密码都要印出字 大小写多少个字等等 是不是用密码管理员加上生物验证还比较好等等 就是说这样好的习惯很容易培养很容易发生 让这些好的习惯可以很容易彼此提醒 那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当全眼端的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device 并不是在这个中央的系统管理员的可控制的情况的时候 更要靠在这些边缘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做configuration 跟他的使用习惯 特别是带到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场域的时候 那这些习惯我觉得都是要培养起来 我希望会有这个问题 其他问题呢 同学 那边有 喂 众伟你好 我是传科系大三陈林友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这几年 尤其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开始假新闻的议题被越来越多人重视 然后现在也出现了很多的查核机构等等 那我想请问 你觉得假新闻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应对 然后还有说 就是要怎么提升整个社会的媒体素养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对对对 当然您本身是做传播会讯息工作 那您可以用这三个字 但我是绝对不会用假新闻三个字 因为就是对我们这些其实不是新闻工作者来讲 假新闻 因为不确定这个在讲的是news还是journalism 英文是两个不同的字了 那在中文是新闻工作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 明明做的很认真 但里面有一些不符事实的部分 也会被叫假新闻 新闻工作者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 编辑给他随便下个标题 也被假假新闻 那但是其实就根本不是新闻工作的人 冒充成新闻工作 也被叫做假新闻 那所以就是说这些 你看这三个定义欲不重叠 但是都被叫假新闻 所以就变成很难去讨论 那大概就是为什么包含联合国等等 到最后都不建议使用fake news 这个字的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川普放大的 而是因为这个字本身让东西难以聚焦 那在台湾我们当然说假讯息危害防治 那假讯息危害 就是他有恶意去假危害等等的这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防治 您刚刚提到媒体素养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把新闻工作journalism 当成是好像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一样 变成大家都可亲近可参与的一件事情 因为说到底 就好像公共卫生是防疫的最主要的知识一样 新闻工作也是防度假讯息危害 最主要的知识 那如果只有极少数的像刚刚那个L型 极少数的新闻工作者知道怎么做行为 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有媒体试读能力 但是没有创造媒体的能力 没有competence 没有素养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到底这个是经过新闻工作而来的资讯 还是就是完全合成的一个资讯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做过任何新闻工作 甚至包含说 在国小国中的课堂上面参加像真的假的 这样子的视察和的社群 或是说在总统辩论会 或者是演说会议的时候 及时的去fact check他们 而且找到问题 还可以直接打在那个公式的荧幕上面 等等 就是给大家很多的机会去练习说我不是只是媒体试读 而是说我发现更主要的一个narrative的时候 而不是这些测译的narrative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些主要的基于科学的基于讨论出来的这些narrative 包装成让他的传播的程度不亚于这些比较让人不舒服的或者是有害的这些讯息的方式 有点像是说用类似的什么鸡蛋白抽换mRNA之内 就是说做疫苗的能力 那这个也是你要actively的去传播才能够学到的能力 光靠静态的试读是没有办法学到这些能力 所以就是去remix然后去做出这些narrative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自己一向是觉得说 我们有越多的让大家参与新闻工作的机会 让公民记者等等这些角色 包含像投开票的时候 及时去用app计票直播等等这些角色 这些角色在社会上面越多 那我们的这个biodiversity 我们的心灵的多样性就越好 那这样的话第一个越不容易新的变种出来 我们就开始盲目的转传 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在研发疫苗的这件工作 就不会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做 而是说整个社会都可以一起去来分享说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心灵的新变种的病毒 又有一个新的希腊字母 他现在平均一传十十传百二直到于十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立刻就想出一个方法 去对峙他这个就可以分散式 就是每个碰到的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去想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想因为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想说我们是就先先stop到这边 然后待会然后结束之后 那个唐凤唐政委会留在这边 还有留个几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如果有想要一对一的比较私人问题 或者想要找他签名合影的都可以 那我想最后就是差不多到这边 您这边有没有有几句话 在等同学勉励一下 就很谢谢今天大家问的非常棒的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是祝大家深深不喜繁荣昌盛 那个对 这个之前去总统北黑客松 那个副院长有问我说 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就是永续跟发展的意思 因为深深不喜就是永续 繁荣昌盛就是发展 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 那同学可以自由离场 那如果有